目睹 大家好,歡迎收看兄弟兄弟 BIGB racing兄弟 上一集來到一位嘉賓 第一次上來我們的節目 不過跟我們說到 關於他鑽研了很多年的六任 今集繼續有他 對,因為還有很多話題 有甚麼成仙之道 還有很多個案件 我們跟你們分享一下 繼續有欣師傅,欣發青師傅,你好 你好… 欣師傅,上次說到你在懲教署工作 然後在檢察部工作 繼而因為你哥哥的關係 你會接觸到六任仙師傅的法科 好,借你的童身 開始就慢慢要… 幫人… 幫人幫忙 但之後一直… 因為你已經沒有在檢察部工作 但丈夫還在檢察部工作 是 我們最有興趣的是 有些案件如何去破案 在破案說起案之前 我也想問一下你 因為你女生比較少 這些工作或借你的童身去做 但你女生會否需要有一些… 不需要戒…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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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 師傅要你遵從,或者要你吃齋 或者怎樣?有沒有這些? 沒有… 其實學神功是百無禁忌的 祖師爺也沒有要求我任何東西 當然… 照樣吃牛肉,甚麼都可以? 對,甚麼都可以 不過他有說過為何會陰墊我 跟我的前世有關 為甚麼? 對,跟我的前世有關 祖師爺下來說 因為我小時候,我三歲都不肯吃東西 我媽媽一開飯 我會出去露台找個飯碗 說南無阿里陀佛… 不斷向著天,不斷說南無阿里陀佛 直至我媽媽收完飯… 我才進去吃白飯 你也忘記這些事了 這些是媽媽說出來的 然後… 是金世來的 對,是金世來的 我媽媽經常以為生了個傻丫頭 帶我到處去看精神科等 但醫生全都說我沒事的 但你只是之後才吃的 對 南無阿里陀佛 吃白飯 即是不會吃她煮的菜 不會吃肉的 對 即是觀音送子 後來我媽媽去看醫生 但完全說我沒有傻丫頭 而且我讀書很厲害 就算我幼稚園,我也很聰明 也很厲害 她說沒理由,你女兒如果傻丫頭 我媽媽有一個做護士的朋友 就跟媽媽說 不如帶你女兒拜皇大仙吧 當時我小時候住在香港 我媽媽要特地背我去皇大仙 拜皇大仙 那天有個修士 看到我媽媽就跟媽媽說 她說我覺得你女兒有些先緣 不如我替你查你女兒發生甚麼事 然後查到我以前是龍皇公主 對,上一輩子 是龍皇公主 她問我媽媽,你爸爸是否死了 即是說我爸爸是否死了 我爸爸真的離開了 她說因為我前世做了一些錯事 真的捉路了龍皇 所以我今世是註定黑虎 所以我爸爸一定是早小的 她說這個女兒是不能照顫 你不能照顫她,她可能很多事發生 令她會離開了家 對 她說這樣吧,你將她契賭觀音 你這個女兒將來要幫先佛做事 好 觀音會幫你照顫大女兒 我媽媽就求觀音 誰知道我媽媽真的扔了28天 也不能扔成輩子 第29天才能扔成輩子 媽媽很有行心 對,我真的是29日出生 好的 然後就這樣… 啟了觀音 對 啟了觀音 對,啟了觀音 其實祖師爺的意思是 跟我的前世有關 所以她偏偏陰點了我這個女性 加上一直以來真的做男兄女 女人真的學不到真正的神功 也學不到很多東西 但是祖師爺就是要特意把這件事 真的很少 我想我和學習反應 可能是原學家 或者… 原學家有很多 可能原學家… 男人多一點 對,男人多一點 女士們也會有,出名的也會有 但說的是學神功的 更加少 就真的更加少 對,我也是陰山陽挫 我也是因為見鬼才去學 我不是刻意去學 但我學了之後,其實我也是很懶 偶爾回去師傅拜託神 因為我打算是用來防身 我沒有想過來做甚麼 之後錄音先生告訴你 你需要做這個發陽光 去弘揚她的學說 對 在深水埗租了一個地方 誰知道生意有多好 很多人來求神文簿 很多人要你去求助 之後是怎樣的 令你覺得我要再做更多的事 可能要掌握更多的地方等等 對,因為我借助了做師爺的法力 能夠令我可以救到很多人 幫到很多人 後來我就收徒弟了 很快,我已經不夠一個月 我已經收了十多個徒弟 然後一直一直收 到今天我已經有600個徒弟了 這600個徒弟裡 有很多我跟阿帆有認識的朋友 也認識的 也認識的朋友 真的有很多界別的 娛樂界有娛樂界的 雙界有雙界有雙界 或者是不同界階的朋友 也有認識恩師傅的 廣告你準備了很多個案 想跟我們分享 是的 在這麼多年內 希望你可以令我們覺得 阿欣師傅,你有幫過甚麼人 到底他們發生了甚麼事 故事是怎樣的 我說一個比較近期的 有一個女生在加拿大那邊 她是做護士的 她是我的徒弟的同學 有一天她回到香港 跟她家人回去開屏製造 誰知道在製造期間 她住的酒店 門前有一棵榕樹 老榕樹 放了很多鬍子 那女生可能是鬼妹的性格 看到有這麼多鬍子 在那裡拉一下、推一下 多手 對,多手 她好像好奇一樣 這麼長的,又拉斷了一、兩條 然後走進酒店 準備跟家人出去吃飯 一走進酒店大堂 已經突然呆了 然後家人來到大堂 打算去吃飯 她突然不認得 不認得家人 家人覺得很奇怪 問她做甚麼 她突然大叫大癲 說了一些話 家人不知道她說甚麼 家人很害怕 神經質上 對,馬上送她回香港去醫院 醫院立即擺放了她的精神科 說她可能突然有思覺失調 因為她又說見到甚麼 說她思覺失調 她的同學,就是我徒弟的女兒 看到她的同學這樣 我爸爸學習這件事 不如告訴爸爸 然後告訴他爸爸 他爸爸就說不要了 這麼大事 還是找師傅出馬 於是就叫他們家人帶他來找我 有這個態度 對,但因為她在醫院精神科 是不可以立即出院的 那家人就求她 求醫生給幾個小時 求時間 出一出來 對,出一出來 去醫院就要他們簽名 說你們自己同意的 然後帶她來我 來到我之後,她也發瘋 一個很瘦削的女生 她是發瘋的 簡直在那裡,依蛙鬼叫 然後我祖師爺就立即降身 我下來降身 祖師爺就立即檢查到 原來她是被榕樹精上身 那個榕樹精就說她是得罪她 搞她 對,搞她 然後她就…目露空光 很有趣 真的逢是被靈界搞的人 是不能騙的 她的眼睛全都變成紅色 即是紅了,好像人們哭了很久 剛剛哭了幾個小時 紅了 而且眉絲血管在旁邊都爆了 好像戴了眼鏡 假裝鬼也不用化妝 而且她的力度 我想她只有九十多磅 但我五個很高大 五尺十五尺八的男徒底 都捉不到她 只有兩師才下來 即是落到我同身 我一個都可以搞定她 怎樣做? 做了什麼樣子? 祖師爺就立即讓她坐下 他立即很乖地坐下 聽話? 對,她可以不用任何人捉她 祖師爺就說你的妖魅 為何要這樣搞人 她就說她拔我 她得罪我 祖師爺就說 一定要…現在你一定要立即離開 她就這樣做,她有點囂張 就說你叫我離開就離開 她這樣搞我又怎樣怎樣 她就表示一些補償 對,要補償 祖師爺說你這種妖魅 搞洋人就已經不對 我不管她有什麼得罪過你 但你這樣害人就不行 我想請問剛才你所說的對白 現場的朋友是否聽到的 聽到 你也是用廣東話、中文這樣說的 其實我祖師爺降了我身 我說話其實是我的人 也是我的聲音 不過我是說古文 例如是什麼? 就是有一點文言文 可否形容一下或者示範一下 類似是… 譬如說你這個妖魅 你何解會這樣 就是看古裝片 類似這樣 但是她說的話… 因為有時她會說一些… 就的事,她出發的時候 我祖師爺出發的時候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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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話是所謂的先話 可能外人是聽到的 聽不懂聽的 但是我們不是空口說白話的 那時曾經在這個科技大學 有一個教授 他聽了我的名字很久 他很好奇 知道我說有個神靈 可以在我身上幫人查什麼都查到出來 他好奇地來找我 那天祖師爺跟他答話 他錄下我的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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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然後他回去用一部機去分解 原來分解出來是有意思的 那些說話 但你們普通人聽到 只是覺得師傅在這裡 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但其實原來他分解了 原來他當時說的東西是有意思的 對 這師傅當時看完他了解之後 就幫他在手上畫了兩條魚 因為這兩條魚是暫時解決他 可以解決他的問題 在那兩天之內 接了三、四個詩儀 這麼誇張? 不是一些錄音的廣告 先說回這個女護士 是 你跟她說 原來她是被姚貞搞的 這個樹要搞的 對 叫她離開 是 她不離開? 她不離開 她說我不讓她… 我一定要她賠償 要這樣問她要怎樣賠償 她說我挺喜歡這個女生 就是我要帶她離開 那當然不行 那祖師爺當然不行 不行,他就開始串串地對祖師爺 不是那麼尊重 其實他是低估了我們的實力 他說就憑你可以收我 就是會這樣罵 無禮 但是是法治的女生的聲音 但那女生的聲音是可以變成男人的 祖師爺當然了 你別跟我說那麼多話 一個獎,寫個獎 一打過去,就立即離開 當時她的狀態,有些畫面 大家了解一下 喊 我知道她會彈到她的後面 不會那麼誇張,像看電影一樣 升高,不會… 不會 是一個人動一動 直接喊,這樣喊,大喊 祖師爺就…你真是憂得對我無禮 那馬上離開了 還是那種樹妖已經是雲飛拍散 還是怎樣? 散了 散了… 散了 已經沒有了? 沒了 祖師爺一打過去 我已經非常散 因為祖師爺是給了他機會 通常祖師爺 對任何靈界都會說 不如你解決他 也會先勸喻他 靈幻不靈之後,他才會動手 就沒辦法了 他離開了之後,這個女生的狀態如何 這個女生立即… 躺在那裡還是怎樣 他不是躺在那裡 有家人扶著他 我的徒弟也扶著他 醒一醒 她就慢慢醒了 醒了之後就說發生了甚麼事 過了幾天的事,他完全忘記了 不記得,他說甚麼事,他完全像拍戲一樣 他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你見到他一開始 他眼睛的位置有很多紅筋 這些微鼠血管 仍然在那裡… 有爆力足,還在那裡 仍然在那裡 因為元氣大傷 真的已經傷了他 只不過他沒有了那種空光 他對眼本來是想吃掉你 但他已經變得很油 甚麼事,這樣就是這樣 元氣那麼傷 其實有沒有符 令他失去元氣 有… 有,我們會立即跟他清心 跟他寫一些花字去保護 給他平安符陀 也會給他喝符水 我不是說想幫恩師傅賣甚麼廣告 也不是說拆你鞋 剛才你說的故事 當然大家了解完之後 我原來可以這樣幫到人 我跟你也有一個共同的舊同事 在電台一位女主持 他就不夠面位了 他也是認識恩師傅的 那段時間,我想也有10年8年前 工作不太順利 樣樣犯犯罪 犯犯罪 他就找恩師傅 這件事是那個女生 告訴我女主持 他說恩師傅當時 看完她了解之後 就幫她在手上 她說畫了兩條魚 那個女主持就說 這是甚麼? 行了,你遲些就會知道 因為那段時間,她一直在租 都快無法處理 簡直是被迫遷,包括叫她離開 畫完一條魚之後 就練練有魚 真的,練練有魚 他說因為這兩條魚是暫時解決 眼前可以解決問題 在那兩天之內 接了三、四個私宜 很誇張 還有一些錄音的廣告 就是有點神奇 畫幾條魚 我們千萬別迷信 不是我畫的,是祖師爺畫的 這個就信不信由你 只不過是這位女主持 告訴我,你這麼厲害 我們這位舊同事 當時她是怎樣的 運氣很差 因為通常都檢查了一些東西 對… 當時這位女主持 是因為運程連續幾年都比較差 祖師爺是阻礙她 好,剛才你所說 她說我畫了兩條魚 你記得嗎?是否真的兩條魚 我記得過後祖師爺有說 現在我刺一對魚給你 但我不知道祖師爺為何要給你 其實你也不太清楚 對,不清楚 但她這樣做了 這個效用效果 很能解決當時眼前一些問題 所以那時候之後 那兩個月的租金 她已經搞定了 因為她有發營工作 有收入 但之後也可能要靠日後 不知為何要再守或再學習 或者你再幫她 剛才第一個故事就是 一掌弄走了容雪妖 令她永不超信 好,再一點時間 我們還有一些案件要分享 是… 那警察部的破案有甚麼 警察部的破案 這是真實的 因為我先生那時候… 你知道的,那些警察 其實以前很多警察學神功 但偏偏我先生 是一批不相信神功的那批 但是後來她親眼見過我 救了很多人,幫了很多人 有很多事都可以查出來 她就開始說 我沒辦法不相信 於是她學了 但就是在我先生學完之後 那晚我們叫做所謂落山 即是當晚過完法 過完教,那晚叫做落山 第二天,我先生接到一宗案件 就是一宗叫紅白藍的藏屍 當時警察到達後 就拿著一張死者的照片 就是搜尋了這麼多層樓 每一層都有一個洞的警察 就等哪個住客下來 都要問他 你認識這個死者嗎 每個人都說不認識 每個人都會放牠 但是我先生剛守五樓 那個兇手剛好下來了 他已經過了很多關 很多警察都放了他下來 去到五樓,看到我先生 我先生很自然地問他 有否見過 他說沒有,我先生也打算讓他離開 突然在腦袋裡 祖師爺就在他腦袋裡說 這是兇手 然後我先生就像演戲一樣 本來他已經下了幾級 就說,別閒事 這樣就把他踏上去 然後… 踏上去之後 因為這宗案件 這個男兇手 是因為被他老婆挑釁 才是太激動 才殺了他老婆 所以他當時的情緒很低 任何人跟他拿口供 他都不給 然後我老公就試一試 走進去 然後就自己跟祖師爺說 祖師爺,幫我讓他合作吧 怎麼一進去就坐下 他說,你有什麼不如跟我說 我看看怎樣可以幫到你 他一看到我老公 突然說,好,我告訴你 全件案件 全都告訴我老公 我老公這件案件是獲得獎狀的 就破了我的案件 對,拿到耿嫖文的 對,每個人都是他 我老公都是他 全都叫他合作 沒錯,真的,是真事 是他才肯… 肯說的 一時不留都告訴他 整件案件 所以我老公是拿到耿嫖文的 這些就是神靈的護蔭 他會幫你 祖師爺會幫你的徒弟去做 譬如你,老公也好 也有學過法科的武術 但何時才會用呢 因為你自己也有修煉 何時才會請到錄音先師 到自己去做 還是不是每次都會請他來 自己有時候都可以處理 當然 何時才會叫他 何時才會叫他 我們一般做任何的 譬如普通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用洋髮的東西 就算你鬼上身 我們一樣可以用洋髮對付你 不一定要叫他先師 不一定要叫他先師 是甚麼呢 甚麼才會找先師呢 查詩 好 查詩 譬如說 我現在不知道為何會發生這種事 我要上來查一下 究竟是否我家山有問題 還是究竟我做錯甚麼事 祖師爺一出了你的時針八節 就可以告訴你 你家山沒事 是你曾經在多少年前 下過多少個嬰兒 舉例 對 不會發生這種事 不同的母系 即是都會帶出來 不同的女人 不同的女人 還有你… 有一個是很大的才會下 那個是最遠的 還有多少個兒子、多少女兒 都告訴你 你自己做過事,自己知道 這類型的事情 就會找祖師爺去查 我想了解一下 陸淫先師 這麼久以來 你已經認識了33年吧 是 有甚麼時候是錯的 你說的是她說的話 還沒錯過 真的一次也沒錯過 一次也沒錯過 說那個人的背景 或是發生的問題 你完全不需要告訴我 是 才可以百分之一百地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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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十多年來我開館 所有的善信 只會說祖師爺很厲害 譬如我跟Bob 有一天去問你 找兩個人來幫忙 對 我們也會一樣有這個感覺 對,你吃過燒賣 你吃過蝦餃 我也會說到 好,我想了解多一點 幫陸淫先師 在這麼多年前告訴你 要由你發揚光大 將你所學的東西 告訴大家 讓大家去修法等等 有甚麼目的 他本身是想救人 祭世為懷 也希望有人知道 這盆古神的慈悲 祖師爺,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甚麼都能做到 譬如我剛才也說 除了驅邪之外,治病 我們也能做到 當然不是甚麼病 都找師傅醫治 你不去看醫生 是一些完全在醫學上 不能解釋 或者是解釋不了 醫治不到的病 所謂的奇難雜症 我們也能做到 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既然可以幫助這麼多人 濟世為懷 剛才你提到一掌打走的草擾 剛才你提到很多故事幫助人 又不是收甚麼特別 可能是甚麼大的銀碼 可能他沒有錢 我覺得沒有錢怎麼辦 殷師傅 沒有錢我們也會治療 我們也會幫助 當然我們是貧減負增 明白 你會多些 因為祖師爺一定要… 這個世界沒有白球 我們幫助醫生也要收你的診金 他要拿你的是香火 明白 看你有多少能力 對…沒錯 深月20元一本利是 我不會說這個人真的來求助 他真的有事 你沒錢嗎?走吧 我不會的 有些可能你也遇過很貧苦的朋友 沒錯 去幫忙 鎮醫師約也有 是的 我們經常做很多善事 祖師爺經常叫我們要派米 要做多些慈悲的事 道人向善才是中止的 我想祖師爺給你這個任務 是希望大家認識這個門派 因為大家可能了解的 錄飲 聽到剛才我回家也有提過 有些人會回到他 對… 有點害怕 會不會邪門 是 因為大家可能覺得 這些教十八道 可能都是佛祖、菩薩、觀音 即是醫療 但剛才說過 原來要透過引發青師傅 大家認識一下甚麼是錄飲 好 還有很多故事還沒分享 下次真的有機會再說一些破案的 厲害的事 好… 那些厲害的事, 謝謝 謝謝 還有找機會去問問你的事 看你前途中有蝦和燒賣 謝謝師傅 好 我們這次不是有1000位長者 我們有500位長者 另外有500位就是陪長者吃飯 義工 可不可以說義工 看到很多老友寄 是一個人吃, 沒心思 當然 所以我會找Jimmy 還有很多朋友來做陪食 我想大部分人都有家 也有家, 至少有四面牆 但是很多人少了家的感覺 家的感覺是會有互相扶持 互相在一起 有個義工 我們配合了給一個老友寄和他吃 誰不知那個老友寄 原來是這個朋友的前公司退休職員 我還滿足了 有口臓 那些人 我們找到嗎 有口臓